主席有請部長 有請部長 另外你好 部長我想經過一個早上的答詢 其實所有議題的重點 就是在於進口含有瘦肉精的鎂瘤 是不是真的跟TIFA以及後續相關的國際貿易的談判 是掛鉤的 我想這個是今天早上大概答詢的一個焦點 重要焦點之一 所以我想經濟部呢你負責 國際貿易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 以及在今年會繼續與中國的ECFA後續的談判 未來這個相關於美國的TIFA或FTATPP 好那馬英九他說 開放美牛呢是為了恢復TIFA的談判 而後十年內呢加入TPP 第一個TIFA已經多久沒負談了 四年多 四年多 美國有任何的書面或口頭承諾 開放美牛就負談TIFA嗎 沒有任何的書面 但是呢因為四年都沒有開 我們基督階層有跟美方有接觸 有書面或口頭的承諾 說這個開放美牛就會負談TIFA嗎 因為目前大概都在基督階層的溝通 沒有任何的承諾 是那美國有任何書面或口頭承諾會開放美牛就稱簽FTA嗎 這方面承諾也沒有 那台美FTA目前的進度是怎麼樣 台美有關雙邊的經貿溝通的平台是TIFA TIFA是個機制 所以FTA有沒有進度 有或者是沒有 台美的FTA目前沒有進度 目前我們在談的是有關FTA裡面的類似的所謂堆積木的方式 有關這個BIA雙邊投資協議已經談了一段時間 那後來終止了 所以跟台美之間FTA目前是毫無進度的 剛剛講說因為FTA有很多種 那其中我們跟很多國家這種堆積木的方式 對金木在談投資協議 我強調的是台美 台美 所以基本上是台 台美 台美是沒有毫無進度的 那美國同意台灣加入TPP嗎 目前我們在跟TPP的九個成員國都在接觸 目前還沒有談到這個地步 因為目前TPP並沒有接受新的成員進去 好 所以我們美國也沒有 目前也沒有說同意不同意至少 這個是我們要表達加入 這個美國這邊也還沒有同意台灣加入TPP 我們目前還沒有到這地步 但是呢我們跟很多國家也表達過 我們希望能夠加入TPP談判的一個意願 好 也跟很多國家有間接的一些表示在那邊 那部長加入TPP的條件是什麼 TPP是個高品質的一個自由貿易協定 那這是我們從資料上看到的 那裡面呢對於很多的國際規範 你雙邊的貿易都很多的要求在裡面 但是很抱歉 因為呢TPP還沒有對外政治宣布 內容我們不是完全清楚 不過確定它是個高品質的一個 一個高標準的一個 那你認不認同 也就是說TPP以本席的了解 是九成的條件 是九成以上的商品關稅必須為零 加入後逐年將其他的商品成為零關稅 這樣的條件 要加入TPP的條件 部長你清楚嗎 我想這應該不是條件喔 有這麼一個說法 但是呢剛剛提到 目前TPP九個國家談判 結論還沒有出來 是 還不曉得 但是呢那是個說法 的確有這個說法在裡面 也是大家要納入 要加入的條件的說法之一嘛 對不對 好 那如果這個成立的話 未來如果這個是成立的話 那經濟部為加入TPP做了哪些準備 我跟委員報告 目前因為 叫TPP是個目標 所以目標成功之下 第一點 我們在收集 剛剛委員提到的 類似TPP的內容 那內容 因為它是在九個國家談判 所以很難收集 他們對外不做任何宣佈 但是呢 我們透過雙邊的關係 去瞭解TPP的內涵是什麼東西 再盡量收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也跟雙邊的一些 接觸過程裡面表達 我們希望能夠參與在裡面 也希望他們能夠有任何進展 把資料提供給我們 讓我們能夠做基本的判斷 目前大概 以資料收集的階段為主 好 部長你也說 表達我們 我國呢 要進入 進入TPP的這個意願 那到底 做了哪些準備 這個本席 非常的 擔憂 到底 你有沒有協調相關部份 針對可能受影響的農工產業做調查 或者是相關的農業補貼政策是怎麼樣 或者是哪些工業的研發技術 你是應該進行補貼的 或者是轉型的 或者就是乾脆讓他自生自媚 所以說 既然我們已經 這個經濟部的立場 已經代表台灣 這個國家去表達參加的意願 那你的準備工作做得如何 所以剛剛提到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 我們要先確定 TV內容大概是什麼東西 成了回來 跟國內的相關的部門或業者去談 大概是哪些東西 會受到影響在那邊 那他到底有沒有排外的條款 我們目前並不清楚 所以目前還要收理幾資料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只要資料比較充溫 我們就會召開跨部位的說明會 讓大家了解 可能哪些部門會受到影響 要做什麼樣的準備 這部分我們有規劃 要準備辦 部長我覺得這個答案 這個我覺得應該要幹 更深入 沙盤推延 這個很清楚的 你這種國際組織的談判 就是傾向零關稅 在國與國之間的情況之下 傾向零關稅 所以如果說必須等到收集資料之後 我再來考量說 我現在的產業會哪裡會受衝擊 我覺得這太慢了 這其實沙盤推延的 因為他中間有一些個別行業之間的 這個能夠試用幾年 能夠延長幾年 這個要經過了解才知道 這邊才是關鍵 包括 我說不夠細緻的原因 除了 你要拘泥這些 包括說 你台灣 我們台灣 要去爭取什麼產業 我們台灣要爭取 在這TP當中 我哪一個是要強勢主導的 你要有對策 有策略 有戰略 也要有戰術 所以今天 如果說今天 你相關的 已經知道是請向零關稅的情況之下 這是一定的 要不要幹嘛談 大家幹嘛要談 所以你相關產業 好 我想 你已經 這個當然你要講要說 相關的條件 你要再去了解 但本席 深以為憂 太慢了 包括現在馬政府 你看你們的 你們自己做的 的這個民調 這麼的差 這表示說 政府的執政能力 應對能力 是在受考驗的 所以我想 這個 這個部分請部長 您應該在這準備工作上 拜託您更積極一點 而且更細膩一點 而且在後續 還沒上談判做之前 我好幾套的相關的版本 以及國內想要爭取的 相關的產業的條件 優惠 我們要繼續爭取的是哪些 這是應該是要更積極度 再來 那我們這個 部長您知道 韓國跟美國的FTA 是什麼時候生效 今年的 就目前的3月15號 好 台灣有哪些產業 會受到美韓FTA的影響 基本上來講的話 大概就工業部門的話 只要是類似紡織機械 這些比較傳統的行業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的很多的 所謂的ICT產品 有個ITA的協定 就是IT啊 知音店的產品 在幾個國家裡面 包括韓國 美國都已經屬於零關稅了 那部分大概沒有影響 有影響 都是比較高關稅的 所以剛剛提過 像紡織 像石化 像機械 這部分不是零關稅的影響比較大 是 本席了解的 包括 金屬 像素膠 像素膠 機械 五金工具 一千多項的產品 大概呢 這個值 一百 一十八億 億啊 的美元的市場 佔台灣對美國出口貿易的百分之三十四 那如果照這樣子的話 會受影響 這是本席所了解的 會受影響的產業 及品項 其他的這個 我國對這個 會到跟美國的貿易 他會佔百分之三十四 受影響 那現在政府呢 你們的補貼跟因應策略是什麼 3月15號 就迫在眉睫啦 馬上我的產業 而且這些東西 念字在字 全部集中在中南部 全部集中在中南部 我剛 我大高雄的鋼三斤 整個螺絲產業 機械 好 包括這個 包括我這個選區內的人大工業區 也是機械 這些東西3月15號馬上就 一開一千下之後 這些產業全部 全部都要面臨這個出口上的這個弱勢啊 所以我真的很擔憂說 到底你們的 到底就是說你的 你的配套因應措施是什麼 好 再者 我們簽了ECFA簽訂以後 台灣有多少品項 因為大陸的降低關稅而獲利 我再念一次 我再重述一次 簽了這個ECFA簽訂以後 台灣共有哪些品項 是因為大陸降低關稅而獲利的 我跟委員報告兩點 第一點有關 美韓的FTA對我們的影響 那剛才委員有一個項目出來 經濟部大概資料 我相信經濟部在對外說明的資料裡面在用的 因為呢 我們有做過各行各業的分析 把那個關稅的差距 我們的試占率 它的試占率 做個詳盡的評估 所以才有一些清單出來 這是第一個報告 第二個 針對這些清單 我們怎麼做 我們是跟個別行業在談 每個行業的方式可能不見得相同在那邊 這是原則上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麼呢 這種情況下有幾個方式可以做 幾個方式可以做 第一個 當然能夠有一些跟韓國差異化的產品 能夠出來 這最好 這是上策 不過這不是短期間做得到的 講到商品切開 你講到這個齁 我就再回覆剛才我講的 你現在3月15號就要簽 他們我不相信你們才 今年才知道說 我們這個美國跟韓國今年才要 你們一定知道嗎 我們這個已經有一段時間在運作了 可是你看你的因應你講的 你竟然說我還要再去了解 他們簽的這個相關的條件內容 好那我再來評估我相關的產業 那是講TPP 我馬上3月15號之後 我這些產業馬上我就是受創 我出口就受影響了 台韓的美韓的FT因應 我們已經開過很多次的業者的溝通會 也包括說明會 這不是今天的 你剛剛我也談談TPP 那還沒有發生的 可是你談了那麼久 你的因應 相關的因應之道 沒有啊 沒有沒有正確的 這個實際上確定的 明確的 我還沒有講的就把我打斷掉了 就是第一個我剛剛提到的 他若干產品免關係不用談 關係越高的影響越大 影響越大你們怎麼做 第一個我剛剛提到的 因為各種貨品 他的市占力不見得相反 部長我這個時間有限 你就拿來跟這個書院報告跟本席 好謝謝可以 那最後 我要強調一點 其實在今年你們要跟這個 中國簽訂 早收清單涉及台灣出口是539個品項 只佔台灣出口比例的16% 也就是說高達84%的出口品項 是不在這個清單內 好本席擔憂的 中國與東協十國企會陸續協商降低關稅 中日韓也將簽訂貿易協定 在零關稅的自由貿易浪潮之下 你中國以關稅減免對台灣浪力的空間就減少了 所以基於WTO的規範 你廉價的中國農產品 至少必須進入台灣市場 所以現在如果你們還在描繪美好的中國市場 真的是蒙騙國人啊 所以今天本席的重點要講到說 從這個美牛的事件當中去切入 可以凸顯說馬政府在這邊對外談判 尚是暴喜不暴憂 而且是瀰漫資訊的 馬政府對外談判 比好幾年前進步了很多 成長也很多 成長很多但是不足以讓我們國內的民眾 來有一個這個衝擊的因應 是配套是來不及端出來的 所以呢在最後我想呢這個國貿局 我們這個原本是台灣啊 最優秀的國際談判人才 但是呢對馬政府啊 是完全膚視我們這一群的工作同仁啊 也導致我們對外的貿易 可以說是一派塗地 從剛才的質詢當中 你的準備是不足的 有啊你們都有在談 但是呢 過去四年我們談判的量啊 跟他的值呢 比早期那好得很多 是啊可是啊我們 你還要如果還要再繼續講的話 剛才我已經提到你也認同 ECFA當中的早週新三 這個539的品項才上百分之十六 百分之高達百分之八十 是不在這個清單內的 所以後續要繼續談 好OK 那我想啊這個希望 美牛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那你吞下了瘦肉精 卻換不到任何對台灣有利的條件 這個喪權怒國 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 要請你們勝施啦 好謝謝以上